最新情况 高度疑似引起瑞丽疫情的病毒从缅甸输入未发生变异 请点赞订阅 谢谢 德宏州委常委瑞丽市委书记龚云尊 1.疫情最新进展情况4月2日 瑞丽市在全员核酸检测中 发现12人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例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5例 实验室检测流调等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病毒基因测序情况 据云南省疾控中心病毒基因测序提示 高度疑似引起瑞丽疫情的病毒从缅甸输入 未发生变异 1.此次瑞丽疫情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高度同源 与缅甸上传DESAID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 数据库的28条基因组序列同属币 1.36.16进化分支 高度疑似引起瑞丽疫情的病毒通过人货物从缅甸输入 与国内其他地方由输入导致的本土聚集性疫情的病毒的基因组 不存在关联性 说明不是近期国内各地本土疫情导致的激发性传播 2.14例病例病毒基因序列高度一致 提示病例的病毒感染来源属于同一传播来源和同一传播链 其中10例病例病毒基因序列完全相同 3.通过对此次瑞丽疫情病毒基因序列突变未典分析 显示不含有英国和南非等其他新型变异毒株的氨基酸关键性变异未典 3.排查隔离密接及次密接人员情况截至4月3日实施 全市共排查密接及次密接3650人 全市共安排14辆运转车辆28名转运组人员严格按照运转流程进行隔离运转 目前 已安排30个定点酒店对有关人员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每个隔离点按照一一一户配备医务人员 严格落实隔离工作要求 密接及次密接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注点医务人员每天早晚个进行一次健康状况监测 包括测量体温询问健康状况观察精神状态等 隔离人员一日三餐由注点工作人员进行无接触配送 隔离人员在隔离当天第7天第14天分别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结果阴性且身体无异常方能报锐利式新冠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同意后解除医学观察 特别说明 昨晚在原有住宿人员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下 我们在极短时间内组织腾出了大量隔离酒店和隔离房间 在此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深深的谢意 4.1546名免语翻译志愿者投入一线疫情发生后 省州市三级外事系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实施免语议员调度方案并启用免语议员调度中心 通过原有120名骨干议员联络招募免语翻译志愿者 截至目前 共集合1546名翻译志愿者投入核酸采样 留掉溯源转运救治和疫苗接种等各项防控工作 翻译志愿者们通过面对面和线上方式 向在瑞丽免急人士讲解我国防控政策 介绍全员核酸监测疫苗接种等工作的重要性 帮助医生对确诊免急人员进行及时救治 翻译志愿者们还通过语言通情况数等优势 对免急人士进行心理疏导 同时积极反应其诉求 协调公共卫生等专业人员微调工作流程 为其提供贴心服务 解决实际困难 同时 省急控中心专家对志愿者们进行自身防控培训 瑞丽是协调第一批防控物资 包括2000只口罩200个面屏和手销等向志愿者们发放 记者云南台孟奇彭震杨华张翔沈斌秦伟德鸿台报道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